詞曲 夏和愛妮 香港人的情緒就是 屈於心裡不提 通常是哭 媽媽就說不要哭 被人說的不好 不對 最後就會不喜歡表達給別人聽 譬如有些同學進來 是軟了背部 垂下頭 完全很緊張 完全不敢跟他有眼神接觸 困擾或焦慮 無法去到書解 他可能會尋找一些方法 去傷害自己 或者逃避 每七個香港人 就有一個有精神健康的困擾 小朋友、學生、打工仔 都可能有煩躁、焦慮、哀傷等等的負面情緒 誰可以帶他們走出情緒的低谷呢 透過藝術表達出來 我們覺察、表達、然後轉化 可能我們真的很多東西沒辦法控制 很多無力感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 究竟有些什麼是我們的動力 讓我們繼續走下去呢 社會逆後復償一年 近幾個月 註冊藝術治療師鄧智珊 多了去學校 舉辦情緒教育的活動 她說學生已經逐漸適應 恢復實體課的校園生活 但學校仍然很關注學生的情緒 變化 我想他們的交通教會有些阻礙 這日她和同事 重現幾個校園的情境 帶學生投入角色和處境 講出自己的感受 前分路都很低 我很怕同同不安 但又不知道可以怎樣表達 原來這個同學的同學 剛才是經歷著很懼痛不安的情緒 我想請問 有沒有同學試過很懼痛不安的 我有啊 有同學試過 每一間學校 她們對於情緒教育 又或者去到 讓學生給一個空間 她們表達自己的情緒 關顧情緒這個主題 是越來越重視的 尤其是過往疫情這幾年 和現在疫情後 同學回來之後的情緒 其實都會有很多不穩定 還有是社交的壓力 Kenna認為 每個人都可以透過戲劇和畫畫 等藝術媒介 表達情緒和溝通 讓其他人了解自己的內心世界和感受 有同學會講到 她們自己的一些孤獨感 又或者會講到 她們自己的一些 臨睡前的恐懼 這樣她可能未必睡到 晚上會有不同的狀況 我想這些表達 當我們要跟陌生人說 其實要表達出來已經很困難 還要有勇氣 去到其他同學面前去表達自己 其實這件事是很值得鼓勵 以及對於她們來說 是一個很勇敢的事情 有很多時候 可能去到某一個年級 或者長大到某一個歲數 小朋友都會開始學習 掩飾自己的情緒 但是如果用繪畫的方法 她們會覺得自由一些 可以有多些空間 去表達獨特的自己 去年教育局的數字顯示 過去三年 全港中小學情報學生 懷疑輕生的個案有上升趨勢 在7至10月期間 就有22宗 按年增加了一倍 有機構2011年開始 連續十年做調查 發現過半數的受訪打工仔 覺得自己的身心狀態都不好 有受訪者試過壓力爆煲 情緒崩潰 近兩成人甚至曾經出現輕生 或者傷害自己的念頭 我想這跟我們的文化有些關係 華人的文化都是傾向 說少一些負面的事 或者我想大家成長時 很多時候會聽到 可能家庭裏面 會說我們不要不開心 壞事不要說 說自己不開心 或者哭 或者有負面的情緒 很多時候都會被視為 是一些不成熟的表現 香港人受不同程度的精神困擾 Kenna覺得 和自小的情緒教育有關 她大學駐修心理學 畢業後 進修表達藝術治療碩士課程 八年前 和幾個碩士同學 創辦全港第一個 以表達藝術治療為主要介入模式的慈善機構 她們希望大眾透過藝術創作 抒發和轉化情緒 提升新心靈健康 表達藝術治療是一種融合視覺藝術 音樂、舞動、戲劇和寫作等藝術媒介的治療模式 在世界各地已經有30年的發展歷史 不過在香港近年才興起 有超過7年臨床表達藝術治療經驗的Kenna說 自己的成長經歷 令她對情緒高度敏感 也特別明白精神和情緒病患者的感受 很想幫她們走出情緒的陰霾 因為我很小時候家人都有一些情緒困擾 曾經經歷過抑鬱症 我會明白身邊的人遭受情緒困擾 是一件多麼辛苦的事 或者他們承受多少壓力和情緒 所以很小時候我就知道情緒健康是很重要的 我想也是一個原因 為何我會很想去了解心理學 或者很想讀多一點 而我覺得其實情緒的敏感度高 不是一個缺點 它是一個天賦 它是幫你很細膩地去 去理解自己的情緒和感受 亦都幫你很敏感去感應別人的情緒 眾多藝術媒介入面 Kenna比較擅長戲劇和舞蹈 她會和有不同情緒治療需要的人 一起創作表達藝術治療導向劇場 帶領觀眾覺察當下的感受 很多時候服務師傅會問 為何我這麼痛苦的生活 我們一起探索痛苦 探索生命 其實對於我自己個人的成長 又或者我自己怎樣去看生命 怎樣去看生命裏面的苦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學習 我們一起去找尋每個人生命裏面的答案 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很滿足的過程 因為這件事是很感受到人和人之間的連繫 亦都很感受到人和人之間的互相支援 Kenna認為香港人口密度高 居住空間相對狹窄 要找到合適的空間輸壓並不容易 她曾經和接受治療的人去到戶外跳舞 鼓勵她們將自己內在的情緒和想法 透過隨意的動作舞動出來 身體內有些情緒失絕了 很多時候會影響我們很多不同的狀態 例如身體的痛症 又或者精神的狀態 如果在舞蹈上可以讓人有自由 又或者是放鬆的感覺 又或者是有伸展的感覺 其實這就是很直接回應 都市人的精神和身體的繃緊和緊張 很多時候我們就算是有治療的方式 都好 很多時候都是要有人的動力去接受治療 經歷去參與 要勇氣去面對自己 一些要面對的挑戰和經歷 和Kenna一起創辦這間治療中心的 李慧莊Janette 就擅長以視覺藝術和創意寫作介入治療 去年年初 她公開招募對生活感到混亂的香港人 將所思所想畫出來 並製作成繪本 結果有幾十人報名 反應超出預期 一年過去 這一天Janette以同一個主題 邀請其中兩位創作者 Crystal和Goria再畫一幅畫 回顧和檢視自己情緒的變化和表達方法 其實很多畫的東西跟一年前是很相似的 都是一些聲音 對我們來說都是聲軌 我就是不斷地填滿整個空間 填滿了一件事應該就是 吐不過氣 就是一個很混亂的感覺 但我工作又很忙 根本沒有時間或者沒有機會去看自己情緒 都是跟別人分享自己的想法 或者你覺得是否我的問題 今天的狀態是 我更加知道自己混亂的來源在哪裡 還有我懂得去找數個內在力量 投身即場無奈的Crystal 對周遭的聲音很敏感 亦都很喜歡到處探索 但她發現獨處靜下來畫畫 才能夠在茫茫大海裏 找到自己的步伐 她和80後的Goria 雖然在不同的人生階段 但同樣透過畫畫 平復到情緒 你覺得今年有甚麼分別 多了點提醒 內心想去平靜的光 我們從小到大都是 要上班、賺錢、買樓、供樓 根本整個焦點在外在物質 意識都比較少去著重自己方面 透過畫、表達 在某程度上都可以看到自己的潛意識 是不知的 原來那一刻 你圈圈的代表自己很混亂 或者很憤怒 一些起伏的情緒 其實你真的要透過自己的畫作 才可以評論到自己 我想都是一個 一路的練習 人生還有很長時間 但會經歷不同的狀況 Janet的治療中心 之前和中文大學心理學系合作評估 發現九百多個 接受表達藝術治療服務的受訪者 平均超過九成 自身精神健康意識和知識都有所提升 受抑鬱及焦慮症困擾的人 也減少了四成 證明治療有成效 我們都接觸很多服務使用者 其實是要面對很多生命的挑戰 很辛苦 但每個星期他都會來到這裡 有一種人性去面對自己生活的挑戰 去面對挑戰裡面自己的情緒 那些不安的狀態 然後繼續努力去生活 讓我感覺到 人其實是有很大的力量去治癒的 很多東西開放很多枝多彩的 大家都會想經歷那種外面繽紛的世界 同時又要適應新的一些生活節奏和一些狀態 其實我覺得好像大家都是 好像在一個紅樓裡面去找一個怎樣去適應和設定的狀況 我會觀察到 疫情過後 註冊藝術治療師利維莊 Janette留意到 香港人的身心靈狀態都需要重新調整 他認為用不同足感的物料來創作 有助輸額 性格內向的他自小就喜歡畫畫 也會做黏土雕塑和版畫等 讓其他人認識自己 令我相信藝術可能就是這些很微細的經歷 就是我去創作的過程中就是和人聯繫 就是在思發自己的情感 所以令我相信藝術是可以幫到人的 也可以幫到我自己的 本身是社工的Janette 服務過長者和長期病患者等弱勢社群 她說很多人都不善辭令 藝術成為人與人之間的共同語言 碗纜其實我們會說是沒有的 或者是非常之低的 就是基本上你有你可以用的素材 其實你都可以做視覺藝術創作 我們會有些經歷是說漂亮或者不漂亮 或者以前的我們教育裡面是會評分 但我們就會盡量是放低我們一些審美的目光 Janette認為情緒無分對錯 藝術無分美醜 每個人在不同的情況狀態下 都可以對創作有獨特的呈現 十年前她在港大 進修表達藝術治療碩士課程 之後和幾個同學開辦了全港第一間 以表達藝術為主要治療模式的慈善機構 唯有需要的人疏到情緒 但開始的時候 並不是每個人都明白他們在做什麼 有些經歷是人家已經請了我們去學校做事 但到你做那一刻做完也好 人家都不明白你在做什麼 要求你做其他的事 這些就是我們反覆要不斷去和別人解釋自己的工作 一些內容、目的等等 其實是會有辛苦的感覺 好像不斷要和別人解釋自己是什麼 在外國,註冊表達藝術治療師要獲得資格認可 在澳洲、劉西蘭及亞洲創意藝術治療協會 已經有執業的資格 但這門專業在香港就只是起步 這幾年她和其他治療師都積極用不同方式推廣 包括出版刊物、去到屋邨舉辦活動 四年前開始 治療中心開辦義工培訓計劃 累積了近90個對表達藝術治療有興趣的人走入社區 鼓勵街坊在日常生活透過藝術觸發情緒 今年中心在百多個申請者中 選了25個人成為義工 這一天是他們第一次的培訓 家人、朋友也好 都會感覺到整個情緒比較壓抑 亦可能有跟疫情相關 大家比較少有面對面的接觸、交流、溝通 就會變得更加更加收買 可能會引發很多精神健康上的問題出現 所以我就比較想令別人都放下了一些戒備心 會願意去信任開放自己的心 去跟大家一起互動交流 除了唱K、吃東西之外 藝術本身也有很療癒的角色 或者很療癒的經歷在裏面 自己都親身去感受過 或者一些的訓練之後 其實個人真的是 咦? 是會爽了 或者是會精神 或者整個人的身心 好像是開心了 可能公眾人士他們畫完一幅圖畫 他們都希望有人聆聽他們的需要 或者他們想表達的東西 剛才我們的培訓中 讓義工了解如何透過一問一答 言語的互動 去引導對方表達更多 今次的活動 中心的治療師羅宇亭 Fiona都有份主持 她是記者出身 租過銀行 她形容自己是叛徒出家 現在每個星期有兩天 Fiona都會在這間中學 兼任駐校治療師 協助學校舉辦書額活動 同時輔導有情緒治療需要的學生 她可能用了發脾氣 或者罵人、扔東西 她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 但獅子是一個很安全 不會傷害自己 又不會傷害別人的方法 去釋放一些她的壓力 我又邀請她們將她 組成一些圖案 建立一些她想要的畫面 當中已經是一個轉化 將一些比較負面的情緒 慢慢轉化為一些 可能比較有力量 帶給她一些正面力量的畫面 有時候我們會用身體的感覺 先入手 我的肚、腸、胃 在弄肚痛 我又加點顏色 然後我們會在這裡再探索 其實這些顏色 會不會跟我們近期經歷的事情 或者近期內心的感覺 有什麼關係呢 很擔心自己 不切書 所以我就有這些身體狀況 眼睛看到 原來我的身體和心情是這樣 我可以怎樣令自己舒服一點呢 Fiona說 不少學生接受表達藝術治療 一段時間後 變得比以前開朗 我覺得的是 絕對的 只在填有朝 我們會做甚麼 你會做甚麼 你會做甚麼 你會做什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